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其所有的评论当中其实就是一种二分法的理论 如果今天何亦婷他裁定去压扁 那么这些法官就不是扁的暗庄 那么他们就可以上天堂 但是如果何亦婷裁定是放扁 那么法官就是扁的暗庄 他们就要下地狱 这种已经严重影响司法 而且也直接说出了马英九 对于扁案指导性的态度 一卡车的资料跟卷宗 在三点半召开严压庭 七点半结束 短短四个小时 三位法官有如此超能力 能够阅卷完毕 能够停止召开严压庭 然后在短短五个小时之内 宣布续压 我想或许严压庭只是一种程序 只是一种样子 其实三位法官对于严压匾 早就有所定见了 这就是司法人权荡然无存 司法公平公正正义性 毫无存在的一个证明 还有海外资金上代了解 承认总统潜逃管道 叫一般人了解 有逃亡之语 这两个论述完全都是猜测 我们都知道 积压对人权伤害极大 是司法防线最后的手段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严压理由 我们非常的心寒 而且也没有办法让人幸福 只是打击司法人权 只是为了压人而压人 而且我们要再次强调 我们要让被告诉人 他是能够取得人权保障 而且他是有公平的诉讼防御权 这才是一个司法人权应该捍卫的 但是在昨天的严压庭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 在一路上的扁案当中 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只有看到 看到为压人而压人 难怪现在的司法公平荡然无存 难怪过去国民党的许水德会说 欢迎是国民党的哭言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尤其邓正琼法官 对于减身压王立宁的时候 他是驳回的 难道王立宁没有海外资金吗 他的欺小也都在海外 为什么有两套标准 难道是一个人 他移动他在海外资金里里面 现在他在海外资金里面 大家看家美国党的许水德会说 韩外资金比特尼下面